参观完神奇的布袋识别技术 同学们跟随刘老师继续探访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刘老师告诉大家 除了先前了解的那些领域 这里的科学家们也正在为医学领域的技术发展不断的努力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 是中国科学院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 那么大家在医院的时候啊 可能都拍过X光天或者B超对吧 那么那些呢是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体内部的样子 分子影像呢是一种新的设备 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分子级别的这个我们人体内部的结构 那么它不仅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治疗疾病 那么也可以帮助未来的机器人 让他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智能 来我们到这里面看一下 好这一位呢是王坤副研究员 以及呢还有小梁和小圆两位实验员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在这儿大家看到没有 王坤老师给同学们介绍的三位特殊的朋友 就是龙子里的三只小老鼠 他介绍医学上脑部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一直是个难题 他们的研究就是研制出相关的仪器设备和技术方法 帮助医生尽早地发现和治疗这些疾病 而这些小老鼠在研究中就充当着重要角色 这个老鼠现在有一只三只其中一只得的病呢 就是人的一个小股脑胶质瘤的病 这个脑胶质瘤就是很年轻的人 20岁到40岁的人 他会很容易会得这个病 过了40岁他就不会得 但这个病非常厉害 得到他的人基本上都会死 不会有任何的存活率 现在这三只老鼠只有一只老鼠得了这个病 等会呢我们要观察他 就希望在他不要去 不要把他给杀死 在他存活的情况下 然后看到他这个病的发生 那再怎么看呢 就这边有一大套系统 装着做成像的来看 介绍了小老鼠在这项实验当中的作用之后 王老师开始给我们演示实验的流程 那因为老鼠我们看到现在是活着的 活蹦乱跳的 如果我们要成像的话 它在这个成像仪器里蹦来蹦去 我们是很难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图像 所以第一步就像让这个老鼠睡觉 也就是让麻醉它 就是这种麻醉气体和氧气气进去 它自动就会吹着 吹着了 看慢慢的 睡着了 你看 然后我们会看到两台机器对它进行成像 这台叫磁工症的机器 是一台可以看到它身体内结构的一个图像的一个仪器 但是我们看到它身体内的结构图像 并不一定的我们就能看到它身体哪里生病 生病的地方和正常的地方 有时候在这个图像上看起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我们还有第二台仪器叫光学成像仪器 等会给大家看 那光学成像仪器呢 就可以让它生病的地方发光 而不生病的地方不发光 所以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到哪里生病 那将来我们会把这两台仪器 第三步就把这两台仪器成像图像 一个是身体的结构 一个是生病的位置 融合在一起 在一张图像上 这样就可以看到身体到底是哪个地方在生病 而且生病到底有多严重 因为越严重它的光就会越强 在王老师的讲解过程中 同学们一直聚精会神地围在麻醉箱旁边 观察着小老鼠的变化 那只生病的小老鼠被麻醉后 小圆给它注射了荧光素纳盐 这是一种从萤火虫的荧光素酶里提取的一种有机物 这种方法就像是有只萤火虫飞到了小老鼠的身体里 而最后萤火虫停留在哪里 肿瘤的位置就在哪里 注射完以后 这个推进去的刚才黄色的那个绿色的药 它就会进到这个老鼠的血循环系统之内 在身体不停的循环 去寻找那些生病的细胞 然后和生病细胞结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细胞就会发光 那十分钟之内做这个成像 十分钟之后再做光学成像 然后再把他们的团团在一起 在小梁把麻醉了的小老鼠放进磁共振成像设备的过程中 大家对很多东西都感到好奇 而王老师的幽默风趣的介绍 让我们觉得这次实验并不是那么枯燥 这个老鼠不是睡着了吗 但是这个老鼠的嘴部 你看是放在一个小的一个圆形的管道之上 是因为这个管道是不停地通着麻醉气体的 这样在这个成像的过程中 我们采集它图像的时候 它始终是被麻着人 它始终是在睡觉 所以它就不会有任何移动 当然我们可以期望这个老鼠不要梦游 它是测它的呼吸的 我们希望的是这个老鼠在进行成像的时候 它的呼吸是正常的频率 而不是那种大喘气 很累的 如果它这个就是说麻痹的东西出问题了 进去的时候醒了怎么办 它就会动 它一动的话 我们看到的那个图像就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图像 而是一个模糊的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 这老鼠的外头 掏了一个黄色的这个小塑料盒子 里头其实是金属的线圈 而这个线圈呢 其实是为了让它产生不一样的磁场 因为这个外面的磁场和这个线圈 内部的磁场又不一样 而这个线圈同时又收集它的信号 这样它正常的部位和生病的部位产生信号又不一样 最后再反应到人家的电脑上 非常不像 王老师介绍说 磁城相技术现在比较成熟 但在癌症的诊断中有一定的局限性 当医生利用常规的影像手段 看到人体的某个器官有阴影时 已经到了癌症的中晚期 这时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 所以直到现在 人们还是痰癌色变 刚才我们等了十分钟时间 就来获取它身体内部的构造 但你可以想象 它身体内部是一个三维的图像 有XY和Z三个方向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要看的话怎么办呢 我们是把它这样 像看我这样切个切面 从背部到腹部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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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看 这个叫做断层切面图像 一层一层的走 来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能认为这是什么 骨道 脊椎 对这是脊椎 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能认为这里是什么 脑袋 这是大脑 大脑 对 一层一层的看 是不是感觉很抽象 看不出来什么是什么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它 每一层都拼在一起 拼成一张三维的图像 器官 各样的血管的分支 包括毛细血管 还有这一大片 白色的这一大片 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 脑胶椎 这个肿瘤生长的地方 但是到底这大片 哪里是肿瘤 哪一块是正常的 哪一块是肿瘤细胞 你们能分出来吗 不只是你们分不出来 我也分不出来 而且任何医生科研人员 都分不出来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进行光学成像 完成了小老鼠的 磁共振成像之后 在另一间实验室 老师又拿来一只健康的 也注射了 荧光素 纳研的小老鼠 与得病的小老鼠 同时进行光学成像的拍摄 王老师说 这个实验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直观地看出 常规影像和分子影像 成像结果的差异 以及得肿瘤的小老鼠 和健康的小老鼠的区别 这台黑色的高高的 像柜子一样的一个机器 这叫做光学成像机器 和刚才我们的磁共振成像机器 是完全不一样的成像原理 刚才那个是对磁场很敏感 但这个是对光很敏感 它给它有圆圆的鼓鼓的地方 是指 那里头有一个很高零零度的 红外相机 照相机 我刚才说了 只有生病的细胞 能发出什么红外的光 所以它将来就会捕捉到 而这个红外照相机呢 另外还配了一个 像普通拍照的时候 像手机一样 那个白色的照相机 白光照 它到时候会用白光照相机 拍这个老鼠的外形 然后用有红光 红外照相机呢 来收集红外射线 把这两个图片叠加在一起 就可以看到这个老鼠 具体身上的哪个地方 在发光 出来了 来我们大家来看 这两只老鼠 现在很清楚地告诉你 哪只生病的 左边这只生病的 如果我们只是看 拍照 这就是从我们普通相机 拍下来的照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两只老鼠 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片 应该是这老鼠生病的区域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只是看 镜头外的光 就只能看到这一片 它只能在这里 补多了信号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信息 叠加在一起 现在就很清楚了 这个老鼠在这一片 在发光 而发出了光 它越红 就说明这个地方的 生病的细胞越多 它越蓝 就说明这个地方 生病的细胞越少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光学成三 那好呢 现在我们有了光学了 也有了三维的磁共振了 第三步 你要回到那间区 现在我们把这两种图像 信息 融合在一起 就有了三维的光学和磁共振的 融合图像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肿瘤的区域 但是如果我们刚才看 磁共振的话 是一大块肿瘤的区域 有好的正常的细胞 健康的细胞 也有得肿瘤的细胞 到底哪些细胞是得肿瘤的 我们把光学的信息 融合在一起 可以看到 中间这一块 发光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肿瘤的 最核心区域 这才是真正的生病细胞的区域 王老师告诉我们 分子营象的研究 就是希望能够在肿瘤细胞 刚刚生成 数量和体积 都很小的时候 发现它们 也就是在癌症的早期 或者超早期进行 及时治疗 达到治愈的效果 分子营象研究 虽然发源于 癌症的诊治研究 但目前 也已经推广到了 脑科学 心血管的疾病研究当中 通过这个实验 同学们对于分子影像 有了一定的了解 提出的问题 也比刚开始 显得更专业了 老鼠是针打在哪里 它会从哪里长出 那个肿瘤的基础 对 这是一开始 人们的认识 也是一开始我们的认识 后来发现 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一开始 刚刚说了 把肿瘤细胞用针 打到老鼠的部位上去 我们原来以为 它只会在这个地方生长 然后会越来越大 后来我们发现 它不只会在这里生长 在其他地方 它也会生长 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肿瘤的转移 肿瘤为什么很难治 就是因为肿瘤 它在这个原来生病的地方 把这个地方治好之后 它会在原来没有生病的地方 再长出新的肿瘤了 这就是人类很难治好 肿瘤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困难 如果我们能够把肿瘤的转移的路径 给它搞清楚 把所有的肿瘤转移的病灶都发现 然后把所有的肿瘤转移都杀死 那这个肿瘤就能治好 但是很遗憾的 目前我们还没有技术能达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有通过成像 可以清楚地看到 到底哪里发生了原位的肿瘤 哪里发生了肿瘤的转移 王老师说 分子影像作为新型的医学成像技术 从体初到现在 也只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 目前国际上分子影像 还处于从育临床动物体上的研究 逐步向临床人体上的应用转化的阶段 中科院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 率先研发了光学分子影像 手术导航机器人 成功在临床上辅助外科大夫 实施了乳腺癌 肝癌和胃癌的切除手术 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 这在国内是首次 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通过这次拍摄我们发现 其实这些科研人员的工作 并没有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神秘 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心情付出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反复的实验 让我们的科技水平一步一步向前发展 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 而同学们在这次的游学活动中 都有不小的收获 对科技也有了新的认识 就发现其实我们的世界 还有很多要去探索的 并不是只有 我们知道只是那样 海底里的一根针 所以我们要更加去探索 更深的阿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